My FM Sing Alive Crossover 爱上马拉松的女孩吴文芳 Repeat My FM My Music My FM Sing Alive 今天我们的嘉宾有吴文芳 而且我们的录音是在北京进行的 哈喽吴文芳 哈喽My FM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文芳 对那大家都听这个名字听很久了 而且很期待可以见到她 而且呢她的歌曲在马来西亚 现在也plug的非常的火 大家都知道文芳之前呢 就是透过这个选秀比赛 包括说超偶啊 然后也参与过这个最美和声等等的 那其实这些选秀 对你之后当歌手这条路来说 其实她有没有增加了很多的温度给你呢 其实就是更确定自己是什么样子 因为以前学生时期就很喜欢音乐 然后什么音乐都听 可是就不确定自己 有什么样东西是可以掌控跟诠释的 所以其实透过比赛 然后唱了很多不同的歌 然后又加上有免费的评审老师给你一些奖评 就可以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方向是什么 对 可是我觉得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很多时候还需要一个强心仗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导师 然后观众 大家给的评语 都是来得很直接 对 而且自己会有得失心在 就会想说 我这场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其实 因为参加那么多比赛了 一次一次下来 像我最近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最美和声 我自己放下的心态就是 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做一个学习 然后因为到现场有这个 很专业的评审老师 很专业的歌手就陪着你一起唱歌 所以对我来说我把自己放成是去学习 而不是在比赛 就是调整心态 随时调整心态其实很重要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在整个参与选秀的过程 反而是让你先熟悉 就是演艺圈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也鼓励现在的年纪朋友们 都可以大胆地去尝试这一块吗 就是其实因为现在自媒体嘛 就是任何方式 网络啊 Live直播啊 就是Facebook啊 什么就是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的东西 或者是去参加比赛 我觉得这些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都很容易去做到这些事情 在网络上 我知道也时常会跟粉丝 做这个很直接的互动 然后交流等等 那其实你觉得 有那么棒的一些平台 可以跟大家拉得那么近 对艺人来说 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是啊 就是可能随时可以更新我们的近况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宣传 我觉得透过网络上面都蛮方便 而且很容易让大家知道的方式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 那今天温方也为我们准备了 不读不回 大家也非常熟悉 可以一起合唱哦 走到巷口的分岔路 警告牌表示着去处 一个刚刚好 两个不限少 三个乱了摸不着 终结万体的浓雾 因为我的真心难说服 不是不在乎 只是想消除 恐惧的下一步 不都不会 新鲜的分飞 新鲜水再定飞 搅拌咖啡杯 好让彼此的世界暂时冷水 不都不会 遇到的挫折 好像无所谓 隔绝了误会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如果我选择了沉默 不表示我变得软弱 不表示我变得软弱 一个人走新的生活 雨后的彩虹 微笑一抹 不都不会 新鲜的分飞 情绪再定飞 搅拌咖啡杯 好让彼此的世界暂时冷却 不都不会 遇到的挫折 好像无所谓 感觉了误会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有些渴求不一定能得到结果 逃避算不算是一种合理的提示 不都不会 新鲜的分飞 情绪再定飞 搅拌咖啡杯 好让彼此的世界暂时冷却 不都不会 遇到的挫折 遇到的挫折 好像无所谓 隔着了误会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想独自面对一个人的世界 刚听我的歌曲呢 有不读不回来自吴问方 那现在呢 他依然在我身边了 那我们说回这一次的问乱 却美好这张专辑 是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 那我在想 公司也真的还蛮大胆的 对啊 因为首张专辑 然后就以全创作的姿态 让你去好好的发挥 对 其实是因为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就一直有创作的累积 然后公司也很信任 我愿意让我在首张专辑 就是弄全创作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蛮感谢公司的啦 然后因为其实音乐 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兴趣跟热忱 所以创作这东西是我 从来没有想过说 要停住的东西 就一直持续 因为它就是我生活的写照嘛 所以变成我记录下来 然后也很感谢公司 愿意去用这些歌 对 OK 那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 这样整张专辑 它的主轴跟出发的 这个部分是怎么样 专辑叫做《问乱却美好者》 《问》是我名字的 这个无问方的谐音 那其实《问乱》是在讲 我从学生时期到 进入社会中间的 一个心态的转换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 哦 我想要做音乐 然后我应该可以 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梦想啊 就会想很多 就想说应该可以很顺利 可是真的进入到社会 有很多现实的状况 是跟你想象中有落差的 所以就是变成了 我专辑的这个 《抬头问乱》 那《却美好者》 是因为我从 以前一直到现在 都一直在坚持 同一件事情 就是最原始的初衷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发了专辑 然后有了一个成果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嗯 OK 所以可以透过 这样专辑里面的歌曲 然后去了解到 其实当时 你的心情怎么熬过来 对对因为像专辑里面有 《我爱上的马拉松》 然后有《闯关游戏》 然后还有你 还有你其实就是给我的歌迷朋友的 就是很谢谢他们一路上 可能从比赛 就是还没有自己作品的时候 就一直支持我到现在 对啊 所以都写在这张专辑里面 嗯 可是你是自己真的喜欢马拉松这回事情吗 有 我是喜欢跑步啦 但是马拉松真的很累 哈哈哈哈 因为马拉松如果全程的话 应该是42公里吧 对 我只有跑过10公里啦 嗯 已经很强了 10公里就很累 然后10公里以外 我还有去跑过8公里 但是是在山上跑 哇哦 那个难度比平地还要辛苦 所以花了将近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跑完 好那等下回来我们继续聊聊 关于马拉松这回事情跟吴文芳之间 到底属于什么关系 啦啦啦啦啦 陪我跑完这一场马拉松 怎么追也追不上 时间改变的我啊 我的耐心还没跑完圆圈的一半 那叶只手再次出面向周啊 穿不过期间是转移了注意力 习惯是转移了注意力 习惯是安静平稳的前进 前方的路上再次掀起涟漪 我爱上的是一份安静 我爱上的是一份安静还是害怕再次失去 缓慢的前进或者停留在美好 我爱上的是平淡舞气还是连周的表现 习惯习惯 习惯着感觉 常渡满跑的爱恋 啦啦啦啦啦啦啦 陪我跑完这一场马拉松 啦啦啦啦啦 陪我跑完这一场马拉松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怎么追也追不上时间改变的我 我的耐心还没跑完圆圈的一番 那眼只手再次住面上就啊 穿过七家时转移了注意力 习惯是安静平稳的前进 前方的路上再次掀起涟漪 我爱上的是一份安静 我爱上的是一份安静还是害怕再次失去 缓慢的前进或者停留在美好 我爱上的是平淡舞气还是连周的表现 我爱上的是一份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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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跑完这一场马拉松 好说到马拉松 因为我觉得女生发觉很多身边的女生 都开始越来越喜欢去跑步 然后马拉松等等的 那问方是几时开始还是 其实在以前念书就开始喜欢跑步这回事 我是因为大学的时候身体很糟 就几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就是去小诊所报到的那种 然后医生啊护士都已经认识我了 所以我后来毕业之后 因为确定要走歌手这条路 我就觉得身体状况其实很重要 因为其实会影响到你每一场演出的状态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不然就从最简单的跑步开始好了 因为如果练技又什么 我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所以就想说从肺活量开始练练看 可是就跑着跑着 就发现每一次跑完 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对然后我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歌 就是我爱上的马拉松 他就是在写说 因为我之前在跑步的时候 我也会有很累的过渡期 我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那我就在想 诶我在走音乐这条路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是快要到达终点了 可是又觉得好像很遥远 但是明明我只要再努力一下子 就可以就是到达目的地了 所以我就写下了我爱上的马拉松这首歌 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哲学 就是坚持的过程啦 但有时候可能真的你达到了目的 你会开始回想 过程其实会很重要 因为你可能遇到了很多音乐上面的好朋友 或是你的歌迷朋友 就是你找到了你的知音 然后或者是身边的人给你的支持 就反而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过程 会比你得到的结果还要重要 那你接下来希望在这个音乐的马拉松上面 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我会希望 因为我的专辑就是全创作嘛 然后我希望之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不同的作者一起合作音乐上面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或许去诠释看看别人的歌 会有不一样的灵感的激发 所以是不分国界 都OK啊 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的话 其实你心目中有没有哪一些前辈 然后是很想Crossover 然后合作的吗 戴佩妮 OK 好 那说得很开心的样子 对不对 回来听听到底她有多喜欢戴佩妮 还有想跟她合作一些什么东西 My FM Sing Alive Crossover 爱上马拉松的女孩 吴文芳 Repeat My music My FM 星期一至五 伸手六到十为你带来 最败林登荣 和我同时生一半夜在银行禁锁 里面有几个很生面子的人 那不是很害怕 我自己就假装了 我自己的脚子远了 但对方还害怕 所以我们按完 我按完就走了 不好意思 最好戏 颜美恩 关你的事了 有头到尾是我 知错多情 最长戏 陈浩烟 你知道人一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人一其实是第七天 就是初七 因为初一初二初三的时候 不同动物的日子 好像初一就是鸡 可以 你真的很长戏 但是当他们三个一合体 就是文风丧胆 今天第一鬼实 阿婆会害怕头发都会树起的 My FM 阳光灑烂的阳光棒 My FM 阳光灑烂 是由Maybank为你呈献 透过Maybank存款或投资 就有机会享受你梦想中价值 你满人给你加给 这味道香 家里出现了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那么明亮 那么凉快 快报警 老婆啊 这是最新的KDK风扇 新的 KDK风扇 没错啊 我们新买的KDK风扇 多加了LED灯 太好了 还有呢 它备有最新DC直流马达 能节省百分之五十五电力 太好了 那还有呢 它还有安全设定哦 肯定非常安全 太好了 还有呢 还有 想知道更多详情 自己上网啦 kdk.com.my 爱上马拉松的女孩 吴问芳 repeat 我的音乐 爱 好 这现场依然有我们今天的 Sing a Life的主角 吴问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问芳 那刚刚说到戴佩妮这三个字的时候呢 她非常的兴奋 也是她期待合作的一个对象 对 你对她的印象是怎么样 对她的印象 就是这一开始 是从短发的戴佩妮开始 帅气的 对 然后她其实是我激发我想要弹吉他的一个女歌手 对 因为那时候听到她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她自己的生活 还有她的态度 就不是像一般的华语音乐 可能很多都是在讲爱情 她讲了很多是她生活上面的态度 就觉得这也太激励人了吧 就想要开始效仿她 演啊 吉他 然后记录自己的生活 对 可能有时在听歌手生活 你会觉得 其实一个小人物 其实当她想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愿意听的时候 那其实她就是成功的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歌手可能说 我自己我自己怎么样 你会觉得好像她怎么都在讲你自己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听了 你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是跟你有投射的 对 有相关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听她的音乐 自己心里面会有好多的energy 跑出来 对 那如果真的有机会让你翻唱她的一首歌曲的话 会是哪一首 翻唱她的歌曲 用你的风格 我喜欢有一首 可是这首歌没有打 没有主打 没关系 我帮你找出来 是那个水中央那张专辑的叫 Oh My God 你有听过吗 没有 那首歌真的很好听 因为它就是在讲时事的状态 然后我很喜欢它里面有一点rap的感觉的歌 对 很有态度 OK 好的 那有机会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Cover of Vision 好 没问题 等一下回来我们聊聊关于吴文芳自己的创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拖下自己该伤你 离开心的舒适圈 我愿意主动被你选择 你却不说话 准备一顿正面 将体坦白的门开 你坚持沉默 好辜负言乱 该承诺 其实一个灵魂都在找同个永恒 因为我们终于等到单纯 你把话说完了 爱领走了 我在原地却是空的单纯 我还是想要对你好 想姐姐相信此刻安静 是因为心跳还有过敏 还没真的失去 我太懒惰 忘不应心里游戏 我都可继续对你好 不介意倾听点水半要打热 自然你明明 停靠那么久 其实一个灵魂都在找同个永恒 因为我们终于等到单纯 你把话说完了 爱领走了 我在原地却是空的单纯 我还是想要对你好 想姐姐相信此刻安静 是因为心跳还有功名 还没真的失去 我太懒惰 玩不离心里游戏 我大概几时对你好 不介意轻轻点水半要打热 自然你明明 停靠那么久 生活太过 千万事 太想在感情里游戏 让我敞开真心 点着你 自由飞行的轨迹 我还是想要对你好 想姐姐相信此刻心 总是因为 回忆还有功名 不配真的失去 我太短钟 玩不起心里游戏 多想要进去的你好 不介意轻点水半要打热 只怕我梦里游戏 才是打热 只怕我梦里游戏 只怕我梦里游戏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現在要聊的就是關於 吳文芳自己的創作的部分 那不讀不回這首歌曲 當初是怎樣誕生出來的 是我在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是素人 所以網路上其實有很多的言論 會給你意見 就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時候因為自己心態沒有調整好 都會覺得 他們講的東西好像就是全世界 好像就是對了 就把那個重心 底力有點放錯了 所以我一直比賽比賽到現在 就開始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 我會想說 其實我可以不用太在乎別人的言論 做我自己 就是終於做自己就夠了 對 所以就寫下不讀不回這首歌 可是當初的這些狀態 有沒有讓你自己真的會 發自己脾氣還是怎麼樣 會耶 而且就會變得有點封閉 會覺得好像全世界都對你有敵意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那時候的狀態 因為那時候是大學生 我就會變成我身邊同學好像也是壞人 我都每天去學校就戴著口罩 然後上課下課 我就自己趕快走回宿舍這樣 有點像自我隔離耶 對 就那整個人的狀態 都覺得你頭上好像有一片烏雲這樣 就是別人好像背後在說什麼這樣 對 就其實都是自己想太多 但怎麼走出來呢 因為後來我有跟朋友一起組樂團 然後是透過身邊樂團朋友的鼓勵 還有每次一起表演的時候 得到台下觀眾的掌聲 就慢慢找到自己的自信 對 好的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經歷了那個過程 你也知道以後 還在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至少也懂怎樣去面對 對 就自己心裡面有很大的強心針了 就做好各種言論的心理準備 對 也至少可以跟那些突然而來的壞脾氣 say bye 哈哈哈哈 對 好 現在呢 給大家送上這首歌曲有壞脾氣 來自吳文芳 假裝無所謂 用口是心扉 來掩飾我對你的感覺 那浪漫情節 比不上知覺 反正沉澱只會依然迷戀 我會很任性 不再讓憂慮 站住了我和你的默契 要一點在意 又不想失去 矛盾壓得穿不過去 我殺的可以 我殺的可以 只限調成體 只要有你的世界裡 你懷疑 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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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在我對面呢 依然有吳文芳在這裡 哈囉大家好我是吳文芳 那我相信呢 被譽為這個台灣樂壇最受矚目的新人 這個光環 對你來說 壓力也不小吧 我覺得順其自然耶 就是把自己最 真實 真實 還有在台上最放鬆的狀態展現出來 其實就不會那麼有壓力 而且就是開始去參加 不是應該說發行的專輯之後 有很多的演出的機會 然後同時可能會遇到很多很棒的前輩 很棒的歌手在演出 所以就變成自己會想要多聽 多看多學 因為像今天在全球流行音樂的年度聖典上面 有這個李健老師的表演 我就很想要留下來看 所以就覺得有好多的 更多的機會可以看到別人不一樣的演出 然後自己去學習 互相交流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有這個光環 除了他的壓力之外 其實同時間他也會是一種推動力嗎 對你來說 對就是督促自己 就不能有任何的閃失 每次演出 就是反而會讓自己更更 就是往前啦 就是想要吸收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更 有更多的突破 不一樣這樣 OK 所以其實說到自己每次在演出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溫芳的現場演藝是非常好的 而且就是 很有生命力的一種演出 所以譬如說 每次演出之前 你都會做這樣的一些 warm-up 或者是怎樣讓自己 可以很自在的在舞台上跟大家見面 我一直在打哈欠 真的 就是他其實也是 類似Vocal warm-up的一種 打哈欠可以的嗎 然後我以為就是 這個我也會 但是我會一直打哈欠 就是讓臉不放鬆 OK 你可以試試看下次 怎麼樣 就 我現在有點打不出來 因為已經唱完了 因為我剛剛上台前 金姐姐就說 你怎麼一直在打哈欠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是在放鬆 沒關係這個你就留意 我們溫芳的Facebook 以後來跟你Facebook Live的時候呢 他做給你看 對這就是私底下最真實的 但今天很開心都可以繼續聽到他唱歌 準備了很多歌曲 那接下來再給你一首 如果我是一朵花 哪有為誰而綻放 如果我是一隻鳥 要往何處去飛翔 一顆星星的閃亮 不足以構成一顆星象 一顆大樹的綜合 一顆大樹的綜合 季節帶野的重量 這裡 探空了孤寂的環境 答案 因为孤独的总和 让我们相互以为着 拥抱彼此的感想 其实不能拥有 我们是孤独的总和 所以想知了 因你而起伏的感受 怎么斩脱 因你而起伏的感受 怎么斩脱 好那最后的部分在这里当然只想问一下 问方2016年下半年会有什么一些新的计划 可以跟大家率先预告一下的 2016年其实就除了写歌之外 有陆续的安排一些巡回的演出 然后详细的地点就是会 po在我的Facebook跟微博上面 所以大家赶快来follow我一下 所以暂时来是台湾的部分吗 台湾跟中国的地方都会有巡演 然后也希望可以赶快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啦 对啊 我就想问这个啊 对 因为就是每一次可能我的师妹佩慈 她到马来西亚就会有很多好吃的啊 或是我师兄维里安 他们都会po在网路上 我就觉得超羡慕的 维里安应该超能吃的吧 对 因为她都在po一些美食的相关文章 OK 好 下次过来的话我们好好去吃个购 好 没问题 对对 今天也非常感谢给我们收上了那么棒的一个访问之余 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那如果马来西亚的粉丝觉得就是很想见到文房的话 没关系 今天听完节目已经是很好的一个解渴了 那我们希望很快时间可以真的文房来到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